PyroTo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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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大家好,我是陳佑 大概在2、3年前剛接觸空拍機的時候 第一次接觸就是DJI的Fenton 4 在那個時候當然也知道一些像3DR、PyroTorv 一些其他品牌的空拍機 不過就一直沒有機會去接觸相關的機型 而這次我們特別跟正成代理商商界了一台PyroTorv 還有空拍機Enope 想說除了自主創業機之外 我們也沒背過其他非DJI的機種 那我們就一起來體驗一下這是什麼感覺吧 先說說它的外觀 第一眼看到它的感覺 就是這傢伙怎麼那麼長啊 長得好像某種昆蟲一樣 機身的質感 沒有DJI機種來的細緻 有很多的部件 沒有做到完整的外觀包覆 也少了我們習慣的避障系統 整體造型較為粗獷 它的操作手柄 整體來說還算簡潔 沒有開關的按鈕 直接把手機夾天線向上翻開 就可以直接開機 這方面倒是蠻方便的 減少遙控器使用完畢 忘記關閉電源的問題 不過卻少了電量的顯示 搖桿的部分 感覺比較短 塑膠感蠻重的 不過整體操作起來 手感到還行 不會有太大的不習慣 整體握桿也還算舒適 而不得不說 充電算是比較親民的 雖然說沒有電池管交來的精緻 不過5V的變壓器 插了就可以直接充電 所以在一般的行動電源 可以在戶外對齊電池充電 這點倒是蠻方便的喔 另外 Elevi也提供了類似像DJI的一鍵短片功能 總共有5種模式 滑動變焦、龍捲風、軌道、拋物線、迴力標等 其中裡面比較特別的就是 直接可以做到動力潤的滑動變焦 也正因為它的無損變焦功能 才有辦法去做到相對應的效果 而在它的空拍機裡面 倒是真的比較少見的 而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鏡頭雲台 是可以上下180度的轉動 在一般的拍攝模式下 多了一個向上視角的部分 原本是想說 不是就站在地面上用穩定器往上拍不也一樣嗎? 不過後來真實帶出去的時候才發現 有些地點是人到不了的地方 這些功能就可以發揮了它的實質效用 而實際拍起來 確實有種不同的感覺 也讓畫面多了一份新鮮感 錄影的部分提供了 標準、電影、移動縮時、慢動作、高幀數 五種拍攝模式 比較可惜的是 慢動作跟高幀率的部分 也只能到60fps 兩倍慢動作而已 錄影畫質的部分 4K畫質 一般來說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該有的細節都是有的 而比較不同的是 它提供了四種不同的色調可供選擇 一般 P-LOG 明暗度強調 清淡柔和 也因為有了LOG檔 讓我們在後置空間增加了不少 而值得一提的就是它利用了超彩樣的無損變焦 可以在4K影片裡面放大1.5倍 1080p的部分放大了2倍 這個方便讓我們在取材的時候 可以更加靈活的去應用鏡頭 尤其在現在法規裡面 建築物30公尺內是禁止飛行的 在不能靠近時 可以使用變焦功能進行拍攝喔 整體APP的介面跟DJI比起來 早顯複雜了一點 很多選單裡面會有2、3種選項 要真的試過才能夠了解其功能 不過該有的顯示 如GPS、電量、高度、遠度這些基本的還算清楚 這對於飛行的時候 倒是不會產生太大的問題 只是選單需要花多一點時間熟悉就是了 雖然Alephi沒有提供避障 但還是有自能追蹤的功能 在一般行走下 跟隨的部分還是相當不錯的 不過就也因為他沒有提供了避障 在使用這個功能的時候 心裡總是會覺得怕怕的 不太踏實 真怕沒有注意到 他就直接掛在樹上了 如果真的要使用這個功能 一定要去空曠的地方再用喔 整個使用下來其實蠻好上手的 雖然說圖傳和續航的部分 好像都沒有DJI來的牆 標定只有4公里 應該是傳統的Wi-Fi圖傳吧 實際試飛起來 確實是蠻安靜的 手感跟DJI機種還是有些差距 不過他提供了搖桿參數的設定 可以將參數設定為自己習慣的就好 問題倒是不大 不過他的變焦 與鏡頭轉動是以撥片式的 不知道是因為習慣了滾了還是怎樣 如果要進行一些飛行運鏡的時候 總是還是覺得不太好操作 電池的續航也只有25分鐘 不過就以兩年前的機種來說 算是蠻有誠意的 也足夠一般人的拍攝需求了 而他提供的滑動變焦 與向上仰拍的功能 是其他機種無法做到的部分 也提供了創作者更多的選擇 與拍攝上的想法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上手體驗 歡迎大家留言來跟我們說說你的想法 也可以來店裡面跟我們聊聊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吧